第二 在听有些法师的讲经 或看经书时 有时遇到同一问题 但有多种不同讲法和说法 应该怎样 鉴别哪一种讲法和说法 比较如法 这个问题比较上难一点 佛法一定要弃迹 只要他所讲的 不违背经典的原则 原理原则 这就是弃理 不违背 同时又能奢合我们现前的需要 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解决问题 这叫切记 切记切理 那就是很如法的 如果理没有错 但是所讲的 我们现在在生活当中用不上 这就不奇迹 没法子用上 或者呢 现在我们生活能用得上 但是于经典 所说的 有违背 这个就是切记记不切理 这些我们都要仔细看清楚 要听明白 那么遇到这些问题 最好来问 向这些法师大德们多请教 这样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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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